代价 一种得到 但是在我们来讲 生命要努力 但是不要有压力 努力的征服生命的痛苦 努力的帮助其他生命 离开痛苦 但是 尽力 去做一切 这个也是我们维持一种 这样子的思想行为状态 里面 所以 佛佛一辈子都在追求真理 并把他自己所觉悟的真理 无私的传播 在这个人间 那佛佛所得到的真理是什么? 他跟我们说 快乐来自于调伏自己的内心 进一步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奉献给世界 这是佛告诉我们最基本的方法 那佛也告诉我们 调伏内心 我们的内心里面 贪心 哦 就像毒一样 就像那个 残慢慢的在侵蚀你 哦 我们年纪越大 欲望越来越强 你就越来越痛苦 怨恨你 愿恨你 愤怒的心 像我一样燃烧了你 也燃烧了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的内心里面叫水生火热 水生火热不是代表外面的世界 而是你的内心 我想 老远外地 外国人 跑到澳门来追求真理嘛 不是 我还要赌博 我要来追求一点满足的欲望跟挑战 事实上给他赢多少钱 他不在乎 我跟你讲 我是一个 我家里是个传统 喜欢打赌博的人 爱赌博的人 并不是说他拿了钱快乐 他只是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刺激要去满足 这个世间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他 这种强烈的这种大的赌注 就可以呢 来满足他这种强烈的隐性 他宁可每一次输他都要赌 他如果每一次赢他都不想赌 没有快乐 他不是在理好 内心里面有各种的激情 但是各位 这是佛教最宝贵的部分 只要把那一股很强烈的激情啊 让他调整到一个正确的频道 追求爱跟追求奉献 哇 他一定比得烈色还厉害 还比死怀神还奉献 他找到了方向 就像最近有一个 我在台北有一个女生说 我师父啊 我结婚啊 我很爱我先生 我爱得好苦哦 我说 你把那种这么大的大慈大悲 就爱在一个人身上 弄得他好苦来 你又苦他又苦来 我们这种有打感情的人 不能光爱一个人 我们要去爱一切一切的生命 那个时候你的爱就落实了 不然你会觉得我谈了恋爱 我这么用功的去爱 结果我觉得好苦 重点在这个地方 所以 转一个念头世界就改变了 所以快乐或者说 不要以征服外界为主 你要先征服你自己 佛会论说 这个世界的一切存在 不过是种种法的 葬时何何的一个现象而已 我们要如实的 真实的 愣静的 观察这个世界 那你就看到了真理 看到了法 各位要去想 我为什么要结婚 结婚就是因为我有感情 我希望找一个感情 然后大家要依靠 那接下来传宗接代啊 那传宗接代呢 那我就一直养他 一直养他 然后我一直赚钱就给他 那最后你死吧 然后生命的意义就是 我可以死啊 但我儿子现在活了 在花我的钱啊 那有时候想一想 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那死了以后呢 我曾经讲一个笑话 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啊 他很利物色 他有一天到市场去买东西 但是他很胎小便宜啊 他买的东西 一定要给他要一点 你要送我什么的 那个卖市场 好吧好吧 送你一只棍子好了 这个当时给你做拐杖 哦 他就很高兴了 摊小便宜 拿到这个拐杖 回来以后想要拐杖 我要送给最笨的人 我家那个工人最笨 他就给他找他 来来来来 老板今天送你礼物啊 我送你啊 那个工人好高兴 老板你今天宽容大量啊 哇 这个拐杖叫送给最笨的人 你就是我认识的最笨的人 所以我送给你 那那个工人 你好吧 就拿来了 后来经过了十几年 老板终于老了 生病了 要死了 那躺在床上啊 一直在喊啊喊啊 好痛苦啊 要死了 那那个工人跑跑过来 老板啊 听说你生病要死了 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下 请问你死了以后去哪里 老板说 我哪里知道啊 那工人说 哇 原来还有人比我还笨呢 拐杖拐杖 各位 对啊 他不知道他死了要去哪里啊 死了就算了 没有 死了如果 算了 那我们这边大家都来做坏事 做好坏事以后就自杀 那就算了 好 问题是什么呀 生命就不断的 累积着你的思想行为的业力 这个业力就不断的去投胎 什么样的基因 送光得光 送动的得动 就不断的在轮回 好 所以 我们 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好 再来 所以 佛陀说 一个健康的思想 哦 各位如果了解的这些因缘合合 我们讲的因缘合合 就是想改造啊 这个花 如何长得漂亮 阳光 晒 水啊 肥料啊 多一点它就长得漂亮 这个花 你给它 不给它水 强烈的怎么样 它就会枯萎 那各位了解这个因缘合合的道理 那你叫 这么什么样的基因 会让你生命快乐 什么样的思想会让你痛苦 负面的思想 是对我们 是内心真正的敌人啊 外面的敌人 千万的军队 那还不是真正的敌人 真正的敌人在你的内心就是 负面的思想 贪心恨 战 有欲 嫉妒 这些才是你内在的敌人 好 那对于这些内在的敌人 佛陀说 那你要用冷静的内在观在的智慧 用这样的智慧 你就可以生负它 那你内心没有敌人啊 你就快乐了 所以我们把这些内在的敌人 用什么来形容呢 贪心 像一只鸡 嘴巴一直痘痘痘痘痘痘痘 一直吃 要被杀都还不知道 的猪 那这三个野兽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你会快乐嘛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除这毒蛇猛兽 那你们内心才会永恒的自在 不然我们是人面受心了 好 所以 一个永有全世界财产的人 坐在那边 然后他旁边坐一个不需要欲望的人 哪一个快乐自在 想都不知道 一个永有全世界最高权力的人 谁违背他 他就要站这张头 跟一个完全修忍辱 不会生气的人 哪一个快乐自在 一个太在乎外表的人 各位 真正的美丽不是外表 我们哪一个人不会老 还不如拥有一个美丽的心的人 我曾经讲一个故事 有一次有一个画展 好多美丽的画 大家都来看 画得好棒啊 到底画家是谁呢 因为这个女画家长得很丑 所以他不好意思站出来说他画的 他都躲在观众的后面 有一次有一个男人 他看这些画以后他讲 这个画的人一定拥有一颗非常美丽的心 才能够画这么美丽的画 诶 所以女画家就站出来了 那就是我 啊 赞叹你 你真的是美丽啊 结果他们两个就结婚了 很简单的故事 为什么 找到真正的 好 所以我讲 一个美丽的心 壮于一个美丽的外表 但是你有美丽的心 你自然就有一个美丽的 被亲近的外表 好 那我们一定要让内心里面干净 好 照镜 我们佛教每天要照法镜 哦 法镜是我们所了解的经典的这些啊 一来关照我们的内心 是不是贪生之越来越少了 是不是慈悲越来越多了 所以如果人家问你修行是什么 很简单 自私越来越少 欲望越来越少 脾气越来越小 然后啊 关心别人越来越多 付出越来越多 宽恕越来越多 这就是你的进步了 那你就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所以 释迦摩尼佛说 阻碍我们开悟得到自由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列一下 自私 骄傲 仇恨 无知 讲的就是这些了 以自我为中心 哦 跟人家比较 骄傲的 排斥别人仇恨 不了解 自己不了解真相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敌人 所以 我们登座这几点 我们在修行 哦 为什么说 我们经常劝人家多布施啊 多帮助贫穷人啊 不要有一个你在帮助贫穷人的想法 目的只有一个 消除你的自我自私 乃是对金钱的占有欲 是为了这个事情 是劝我们布施而已 啊 不然你有一个我有多少钱 或者谁在对我帮忙 啊 啊 所以路施的目的就是 舍掉自我的贪心这样 第二个 我们修行在修忍辱 啊 所以我们经常背 来念一下 忍辱是力量 忍辱是力量 好 那为了忍辱 因为你不管怎么做 佛徒说你话讲多一点也被骂 你讲少一点也被骂 你不讲也被骂 反正你在这个世间 永远有人看 看你看不惯 那你能怎么做 那你要修忍辱 所以佛徒说什么 忍辱是第一漂亮的衣服 我们叫柔和忍辱一 就穿这个衣服 好 那会代表你生命最强烈的力量 然后对待伤害你的人呢 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慈悲 永恒的原样跟宽恕 还要替对方想 今天 你如果有智慧 当你在受伤害的时候 你不能怪别人 这是我自作自受的运 的报应 你知道没有 我前世我现在是做的 所以我才会承受 如果 就这样讲 这一杯是汽油 这一杯是水 火来了 煞死来了 非典来了 这个火来了 碰到汽油就燃烧 碰到水就熄灭掉 不要怪我 怪我们自己是汽油 今天别人会骂我 会找我麻烦 是因为我自己有这个基因 所以 当我受到很大的匿病的时候 我们用智慧的观照 这是我的问题 对方不过是提醒我 我有这个问题而已 我还要感谢对方 所以 我要忍受 我们叫伐忍 就是安安住在这个变化里面 而造成了内心的决心 那对于一个正在伤害我的人 我更同情他 为什么 因为他正在造一种恶业 他将来必须要受无量的苦 所以 我不但不恨他 我还要同情他 比如说 我的女儿被杀死了 很可怜 但是 对我来思考 我的女儿有这种被杀死的夜暴 但是 好在 他现在已经享受了这个痛苦的夜暴 他不再痛苦了 希望 他就投胎到上处乃至近 但是 对我杀我女儿 强奸我女儿的人 我自己绝对在同情 为什么 他现在刚造下了 他至少五百次一千次要堕落地狱 还是被强暴被杀的果报 各位 在佛陀的教育里面 夜 怎么成长 你知道吗 今天 你杀死一只蚂蚁 你到了一个杀生的夜 如果你今天晚上在睡觉之前 没有对这个事情 赶快把它洗刷 忏悔掉 夜的发展叫等笔 等笔是 今天是一个二夜 明天就变成两个 后天就变成四个 大后天就变成八倍 然后 第十八天以后变成十三万倍 然后 不断不断不断等笔的增长 所以 我们在修行 我们每天都会去反省思考 我昨天今天 我有没有洗一个不好的念头 讲一个不好的话 做不好 我一定要在今天晚上 完全把它禁除掉 文书菩萨在经典里面 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有三件事 你去做 素成就正觉福利之道 第一个 然后念下来 敬藏积德 就是你要赶快清除你的业障 还要努力的积 好的德行 叫敬藏积德 第二个 第二个 叫 医子善之士的加持 那各位 一个学生 光丢给他课本 就可以毕业吗 不可能 一定要有老师 老师以他的经验 直接来告诉他 不用让他绕了一圈 也透过老师 你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这回到你们最重是这个 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没有老师的这种加持 告诉我们对错 那我们就是盲修下恋 第三个 来 修心入菩提道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修正你的心 不要自私 不要称恨 你要跟菩提心相应 那各位刚刚知道 什么叫菩提心 你要从内心里面 承认一切轮回受苦的生命 包括人非人 都是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正在受苦 为了他们 我一定要成佛 我才有大智慧 大能力 大神通来帮助他们 我随时要调整我的心 在这个菩提心 这个叫修心入菩提之道 这三个 你才能够速成佛道 第一个消除业障 然后赶快激功的 像我们来澳门 我们就问 哪里可以放生啊 明天下午要去做火供啊 私死鬼道啊 明天早上还要跑去监狱啊 哎呀监狱那些都是哥哥啊 兄弟啊 去那边呢 去付出爱情 来累积我们的德跟福报 所以一方面呢 努力的消业障 净除业障 所以净除业障最好的方法 各位如果你都知道了 就是念佛啊 拜佛啊 那我讲一个最快的 你只要背六个字 这六个字 就有很强烈的净除业障的力量 那我们来念下来 嗯半大大萨堡 这个就是有一尊大菩萨叫金刚萨堡 他的愿 你念他的时候 他的光就照着你全身了 把这些黑暗的部分不断地去除掉 然后今天说 你只要每天念二十八字的 嗯半大萨堡 就可以把你昨天今天所造的思想的 语言的行为的不好的业 把它给消除掉 所以我们每天都念 那让自己的业一直减低 那这些恶劣对你生命的影响力就越来越低了 那你的生命就越来越自在了 嗯半大萨堡 嗯半大萨堡 那各位你会想说 这个声音那么好用吗 或者说 这个世界最宝贵的就是信心 信心 你如果你是对天主教对基督教 你对佛教有信仰 那你就对你的教主所讲的一切要有信心 这个信心就让你能够支持下去的一个力量 我们看不到来次 很多人说 你证明给我看 人有前世 人有来世 我说 我没有办法跟你拒续证明 但是我的信心啊 有如拉的一个风筝啊 远远的 但是我手抓得紧紧的 我感觉到百分之百 那你从你生命的这种过程里面 你慢慢的就会了解 你就会有体悟 这种业对我们生命的影响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种感应 那就永远不会退转了 所以 回教穆罕默德讲一句话说 信仰是力量的来源 这句话非常好 你看回教徒对那种信仰用生命奉献啊 圣章啊 但是 佛教是有信仰以外 还要加入智慧跟慈悲的宗教 除了信仰的力量 你还有这种了解 因果轮回善恶果报 空无自信的智慧 更要对众生的慈悲啊 慈悲从哪里来呢 慈悲就知道 既然这个世界没有永恒存在的我 我 离开空气我就死 离开水我就死 离开各位 离开花草树木我就会死 因为生命没有办法单独存在 个体的生命的存在 要靠其他的生命存在而存在 所以 帮助我生命存在的 都是我的母亲 所以 伤害其他的生命 就是伤害我的生命 帮助其他的生命 就是帮助我的生命 这就是佛教最伟大的实际 空性 没有单独个体的存在 只有生命共同体一体的存在 就像很多人问我们 你们为什么要吃素 哎呀多痛苦啊多无聊啊 各位 因为一体的感受 什么叫一体的感受 我现在抓一个人坐在前面 杀鸽喉咙 大家会吓死 我们脚不敢看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一个人跟你一样 这个人有一体的感受 但是哪一天你的这种 空心慈悲心 你越来越广的时候 看到一只虾子在被杀的时候 你就看到你的儿子在被剥皮 看到一只鸡在被割喉咙的时候 就像看到自己妈妈被拖在那割喉咙 你看不下去 你根本不可能去吃它 为什么 因为一切生命都跟我们有一体的感受 虽然它的形象是一只鸡 是一只鸭是一只猪 但是在生命的感受是一样的 在生命的本体都有佛性是一样的 而且生命就不断不断的来轮回 所以经典里面才跟我们说的一个很可怕的事 他说你今天杀死一只鱼 如果你没有禁除业障 至少五百次投胎做鱼被杀 你今天嘴巴骗了一个人 你没有忏悔 你轮回的过程至少一千次被骗 气得要命 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被欺骗被伤害 这个都是我们的音乐的种子萌芽而已